三個中產黨 上次曾經提及抗爭運動 開始出現了一些新的定義 其中一個定義是私了 我們討論過私了在抗爭 甚至在香港裏面扮演一個什麼角色 很多人不明白為何 他們會覺得私了這件事很麻煩 但過去以前是一向都會發生 另外一個新的定義 現在我們另外一個講是裝修 當然裝修不是真的裝修 裝修是懲罰一些 他覺得出賣了香港群眾的 起初是公營事業 現在擴張到有份幫助中資 或者有份發表支持政府言論的公司 最明顯是美心集團 然後是中資銀行 甚至連私老闆的中原地產都被人搞了一間 我看回私老闆的篇文 原來因為單單那間地產部 有個經紀 公開撐警之後還要送禮物給警察 於是就被人幫他裝修 應該搞他不是搞中原 搞那個人呢 找不到一個人 師老闆經常都說 什麼攬炒搞我香港 當然順便進入你的帳 幫他那間公司裝修了 所以其實現在樓下的保安嚴密 很不知會不會上來幫忙 幫忙我們裝修 但我這個M730報紙很中立 很嚇唬 沒有用的 這個就是為何這些人開始恐慌 你之前只是搞政府 為何都搞了私人機構 侵犯私人生權 第二就是 你現在逢有中資的背景都搞 那裏有哪間公司 是不需要完全和中國 不用做生意的 又或者有哪些人 是可以完全支持黃絲 而完全沒有人支持藍絲 每間公司總有藍絲總有黃絲 師老闆都這樣說 那你怎樣去 這些事情都很擔心 那你會文意逆絲 所以今天我們的話題主要 探討了兩件事 第一就是 你們怎樣去看待裝修這件事 第二就是 你會不會覺得現在已經是失控 我講的觀察是 我的學生講的 我在美國教大學的時候 是教一些博士生 有學生很政治不正確 他就說 為何我們 譬如撞車以外 受傷一個人 哎呀受傷重傷好像很慘 那樣 從來沒有人關心 他撞車的話 撞車的話 我將他受傷 可能他受傷要看幾千醫生 幾天不能上班 我都不說是否死了 受傷 你不能上班 又要醫藥費 那都是一條數 為何一般人會覺得 為何一般人會覺得 如果一個人受傷的話 加當意外 就幸福幸福 哎呀 如果被人車了的話 是很不適合 但那車撞軌了的話 可能那車是很貴的 當撞了超級跑車 可能成本是幾百萬的 那你可能是受輕傷的話 可能他的醫藥費 是不及得上 即是所有條數 你計算它 將它檢查的時候 是不夠撞車的成本這麼高 簡單來說 林鄭就是一個經濟人 她想法是很正常的 我們就太過感性了 很不敢說 但從這個角度 是否可比 很多人覺得不可比 經濟學家就覺得什麼都可比 我將它量化 轉為錢的時候 那你可能是被警察打了幾下 可能是劏藥費 那些就是劏藥費 睡了去醫院 我再補充一個近一點的例子 斷了手指尾 以及你沒有了一千萬身家 你問我 一定是沒有了一千萬身家 更嚴重 師傅有幾千身家 你沒有了手指尾 真的很心痛 你想想 這個就是比較 我講兩個故事 第一個故事 就是很多年前 有一個人叫孔夫子 他當時說 這個人真的有水平 為什麼呢 因為有一個人在馬上跌倒 他就很出名 雙人符不問馬 有沒有雙人 那隻馬那麼貴 他沒有問到 其實那個人是賤人 雙人符不問馬 就是一個從古牙 兩千多年前 已經有這個想法 第二個就是打 香港有一個 脾氣很暴躁的 有錢人 當然不會講過哪個 大家應該想到哪個 有一天 他跟一條很漂亮的女兒 都大家是認識的 香港小姐 一起去街 然後有人搖了他兩句 然後他馬上下車 打了他一身 他都想出手幾重的大拳擊 出手幾重的大拳擊 他就打了一身 然後我想 咦?不要拖 他拔了他 他就扔了他 拿湯入肺了 你究竟是否想他做 是否想做給他打的 那時候 一百幾十萬 你肯定是值的 那時候 現在會值幾百萬 那你怎樣去看這個 人本問題 即是 反過來 你稍後再重複這個看法 我的看法就是什麼呢? 就是正正現在很多人說 為什麼現在 由林鄭開始 或者很多建制派 他關注死物多過人命 現在有很多人被人打到 周身霜 你去看那個八達通機 為什麼會懶惰? 是 其實正正因為這樣 你這麼喜歡死物 那就駁爛多幾件死物 因為原來人你是不心痛的 那些警察受傷 你就不要理會 事實上也是 先不要說那些警察受輕傷重傷 你為什麼每次那些政府的記者會 都總是要提出那些地鐵 提出那些商鋪 你最後才提出那些警察受傷 你很明顯覺得那些東西更重要 你覺得那些東西更重要 我便幫你裝修 還有一件事 我之前也有講過罷食這個概念 就是發覺罷食 如果很多人參與很有用 但你會發覺其實不是很多人參與 就是有很多人會屈服 你要很有效率地阻嚇這件事 你是印象中很有印象深刻的 就是二波方的麻雀館 現在就是黏著那些五大訴求 決一不可 就當你發現你已經沒有辦法 阻止那些人幫你的店鋪裝修 每一鍋你都要拿十幾二十萬出來去裝修 而沒有人是會幫你的 那你就只能夠去支持那些抗爭者的政見 那就是很有效率 不要說什麼人本 我現在不說人本 我現在只是說效率 效率就是告訴你幫你裝修 就是有間學校 今天剛剛才有一宗新聞 就是說他裏面有個小孩 就被第二個學生欺負他 戴口罩 就被一些新移民欺負 不處理 接著被別人裝修完 那間學校之後 第二天校長就要出聲明 不不正處理 這些就是另一種欺善怕惡的結果 跟我覺得另一個角度 跟你講的點有關 就是如果私了的時候 一來不容易找到那個人 你會在Ino Sport 就是發覺他做一些你不老土的事 你才會打他一身 那你又打他一身的時候 你又會怕太重手 就是 打死了他 或者是重手 還有人呢 你很難判斷他 究竟他的罪行 應該要打幾下 對 相對來說 是裝修 就覺得準確一點 還有可以容易控制多一點 是 我覺得就是 我覺得就是 我作為一個藍絲 我當然是反對裝修 大家都很恐懼裝修 問題是因為 你都照算來說 就是因為他有效 我才反對 對嗎 你如果沒有效 我才不會反對 對嗎 就是因為那人有效 我想我們應該從兩個角度去看 第一個就是 這件事是否好 我當然不會有好 但你如果問我這件事是否有效 我當然是有效 如果無緣無故在外出街 那些人說 喂 你如果遇到黑衣人的封鎖怎麼辦 我說 我說 五大訴求 缺一不可 或者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這樣就走人 對嗎 難道我 你都反過來說了 其實你要避免有成本很低 因為 反過來說 你跟這個撕尿不同 你撕尿要找那個人很難 但你要裝修上 有太多地方可以裝修 那你就開始要分優次 你哪些是最需要裝修 哪些沒有那麼需要裝修 你要變成一個次要的目標很容易 你不就連張五大訴求 缺一不可 別人就覺得 那不搞你了 因為裝修也需要時間 我便找更加需要裝修的店去做 避開的事情 其實跟私了一樣 這些事情是我們身邊經常發生 以前 林洪友 打爛玻璃 整個貨車撞起來也有 也不是什麼新奇的事 只不過你以前就覺得 這些是建制派做的 或者這些是黑社會做的 沒有理由愛好民主自由的做 當這些事情出乎你意料之外 我猜不到你這樣做 就無論藍絲和黃絲都開始覺得錯 沒有說愛好民主自由 好像是嗎 現在黑人沒有說愛好民主自由 五大訴求都有真普選 你不是真普選不是黃絲帶加進去嗎 本來好像不是那個 不是 都是來的 這是大訴求 但Anyway 你覺得現在這樣做 因為有客觀說 現在搞到民意逆轉 搞得很生氣 譬如我們現在地鐵都回了 有很多人都問這個問題 你這樣搞法 你怎樣正確這件事 你會令到人上班得很不方便 你會令到 我們講很多人覺得 你破壞這些事情 令到全世界都失法 那你怎樣看這個說法 我所問的問題就是 尤其是地鐵的情況 他去幫地鐵裝修 他是想地鐵蝕錢 還是想令到人上班不方便 令到社會關注這件事不方便 其實是 你覺得呢 我覺得就是這樣 我覺得就是 你那個狀況你是想怎樣 整件事是 反對派抗爭的人分兩邊 一邊就是泛民 另外一邊就是黑衣人 黑衣就是戰鬥那班人 戰鬥那班人是戰功最大的 但問題就是 如果你去到選舉 你去到什麼時候 那就是被泛民收割 那戰功最大的 現在他們 拘捕了一千多人 得到什麼呢 即是很明顯 根本上 你們提出不了一件事 他們可以接受的條件 而是對他們有利的 因為選舉肯定對他們沒有利 因為他們都不能參選 有頭有面 也都沒有 有頭有面的 是蒙慎嫌的 你不能出席 我是抗爭者 我打一個地鐵 你不能這樣說 整件事 我們可以相比 如果當年梁天琦 梁天琦是有reward的 甚至是 那個叫做 林非凡 太陽花 都是有reward的 它全部有黨的 有政治 affiliation 現在那些沒有reward的 你除了五大訴求 除了什麼 除了release 你第一個 如果你不release 所有被控的人 沒得上 那件事 是最基本的訴求 先不要說其他的理由 我不是贊成這件事 而是說整個死結在這裏 這個死結就是 其實他們是戰功最大 完全沒有收獲 如果現在完了 那他們怎樣呢 我覺得這是一個現實問題 需要解決 好 這就到這裏